DUF据媒体报道,证监会公布的获得进九亿元,把莫还高达十八亿元的高涌股票操纵案中,自然人账户之一确,人为一人黄晓明名下,知情人表示,这些自然人账户,所有人,如果仅仅是出借账户,并不知道账户被利用进行市场操纵,这些账户也不会被冻结。 据悉,黄晓明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借账户的,账户也没冻结。 早前,黄晓明工作室曾发表否认识高涌,未进入过任何与股票有关的调查,对于黄晓明的案子,这几天也是炸爆了娱乐圈和资本市场,先是最开始的澄清,但后天监管部门落下实锤。 但由于政策空白存在,因此即使被证明却有关系,但处大可能也不会太重,就不解了,理财不慎,这都可以粘入上亿,谨慎的话那不得上天啊。 网友,前有赵薇范冰冰,后有小刚黄晓明,所谓明星,只是包装,Div回过头看,从先前的赵薇依然杠杆进行死板动作,到今年的阴阳合同,再到今天的黄晓明。 这些明明富得流流的明星,真是个个都是人才啊,喝杯长江后浪推前浪,一浪都过一浪。 关于黄晓明的案子,由网友称,黄永谦进行公关,强行控制媒体,车热搜,好讲低网友对他的关注。 好让这件事早日沉底,人不需现在什么动作这么速度啊,生怕事情再有变化,再有爆料,好一招有钱能使鬼推磨。 黄教主真是明福及时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